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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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是解决生产经营用力难 照上引字难等问题 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指标做出重大贡献 职子公立2024年佛立2568年佛旦节之机 龙庆市市委人民议会人民委员会 越南祖国阵线委员会领导代表团召访 祝贺 并向宗教团体和政要赠送礼物 代表团拜访龙庆市越南福教僧团执行委员会 龙庆市越南福教僧教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市会心上座 越南福教僧教会执行委员会证明市会心和尚 龙庆市党委领导每到一处 都向市越南福教僧教会执行委员会 各位和尚 上座 大德 僧尼 福教徒们表示祝贺 恭喜福旦节 平安幸福 续续渗入弘扬护国护民传统与民族同行 同时 希望越南福教僧教会执行委员会 僧侣 尼姑 佛教徒继续努力 与盖世携手支持人民和社会保障工作 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 5月19日报道称 总理安瓦尔重申 中国仍然是马来西亚的重要邻国 安瓦尔先生还肯定 马来西亚将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合作 为经济发展尽力而为 去新海峡时报报道 安瓦尔总理向媒体解释说 不仅是马来西亚还有东盟的义务 就是独立并尽力发展经济 从而增加贸易 促进经济增长和投资 安瓦尔在接受 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 中国对东海的主权主张是一个问题 但不一定是一个紧张的事态发展 他还表示 马来西亚与邻国存在辩解问题 但双方正在谈判 安瓦尔先生强调 这是文明有序的讨论和谈判 我认为这种情况将会继续下去 东盟是一支非常强大和有凝蓄力的力量 俄罗斯河图沃奇已宣布计划协助伊朗 搜求在伊朗西北部山区 失踪的伊朗总统伊波拉辛·莱西乘坐的直升机 5月20日上午 俄罗斯宣布因伊朗请求 拜遣救援队前往协助 由77名专家组成的俄罗斯救援队 以及必要的设备 约夜车和一架 BO-105直升机 将抵达大布里斯市 图沃奇国防部表示 根据伊朗的要求 一架安基西无人机和一架具有夜市功能的美洲式行直升机 已被拍往伊朗地区参与搜救行动 尊敬的观众 以上是同来省重要电视台的华语新闻报道 感谢各位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